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这个战斗 其实我们本身知道这期黑棋三肩高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定势的 这个定势的次序是要换一下 就是黑棋三肩高加白棋二肩跳的时候 然后黑棋顶 然后跳这个 然后白棋一靠 黑棋再顶段 这样是一个定势 是我们职业棋手比较普遍认知的一个定势的一个战斗的变化 但是实战等于说这个子放在这儿 离这个距离战斗的场合明显更远了 那从这个棋里上来说 白棋应该是比较更好一点吧 白棋是不怕的 所以说 我觉得像这样 锦山玉泰这个 它白棋应该是完全可战的一个局面 它是压的 对 然后实战是压的 对 对 现在白棋立 立一下是决心 立一下 这可能要硬 然后拌 一起跳过来 对 这感觉 我感觉这盘棋 锦山 它应该是下的非常不错的一盘棋 白棋现在跳 这个棋型也非常的正 嗯 黑棋顶 挡住 白棋连拌 这几乎都是必然的一个下法 对 长出来 那这个局部的话 看起来白棋是被包在里面 嗯 对 但是白棋外边它是长 它外面所得怎么样呢 对 主要只有一个靠的手机 对 这个靠 这个靠是好棋啊 也是完全体现了锦山的一个实力 嗯 因为白棋现在就牵一手棋 白棋这必须要有一个 先手定型的方法 嗯 那主要是靠完啊 如果光看见一个靠 其实大家也不是很难 但是靠完它就不是打吃的 是夹 夹 这部棋就比较有意思了 嗯 我记得 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不是有一篇媒体报道说是 好像是日媒报道的 说是锦山运太这盘是最有机会的一盘还是啥 对 我记错了还是什么 但是确实是锦山运太应该是下得非常的不错 下得很好 是吧 可能是我们研究Master对决当中很难得的锦盘觉得人类并不落下风的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棋子的手段 然后再铺铺完打吃 因为我们第一杆下成这样这个局面应该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对 因为黑棋这个形状 对 将来几乎可以看成这样 黑棋走这个白棋吃这个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来判断一个形式 这局部的目数双方是差不多的 嗯 黑棋也不见得比白棋大 双方应该差不多 然后就外边的比较 感觉上白棋的效率明显应该比黑棋高 黑棋这个虽然这个硅甲非常的厚 但是手术化的很多有点重复 所以第一杆下成这样 应该当时觉得白棋 是没粘这个 对 战时是没粘 对 感觉上白棋这一串的处理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应该是 所以说井上玉泰在这四分之一棋盘 还是占得了一定的险计 这至少我们觉得形式判断上是这样 但是随着其决进程好像走着走着又不见得了 是吧 对 所以说黑棋像这样 可能Master以他的分析来说 形式判断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差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人类觉得 反正现在井上玉泰的棋还可以 那应该是还可以 下的还是 井上玉泰是白棋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局部怎么样 白棋飞 白棋扳 这扳了扳我觉得也是好奇啊 这非常机敏的一个下法 是吧 对 因为如果不走的话黑棋会立完半瞻先手 所以他这点还要走掉 对实地还是有便宜的 感觉丁老师这盘棋到现在为止 是全程在夸井上玉泰下来好 至少我是觉得我看不出白棋有什么明显的恶手 嗯 现在黑棋这个时候粘回来了 这粘总是要粘的嘛 粘跟吃交换 他居然是选择这个时机啊 因为从实地上来说 确实黑棋有可能会力 吃这个要更大一些 但是粘啊 他明显是跟他的后续手段是相关联的 嗯 这确实看出Master在这个 下的确实好 下一步棋确实是 可能也是这盘棋的一个 一个亮点 他下的这步棋可能是打开局面的一手 这步棋确实下的非常难受啊 特别是在快棋阶段被对方来这么一下 感觉头就有点晕了 嗯 很难硬这个棋 这个棋很难硬 它这个位置是正好的 对就是下到白棋非常酥麻的一个地方 就麻了 麻了很难受 点到穴位了是吧 因为这个很难受 这棋尾巴本身效率也不高 然后这地方就留下一个断点 嗯 所以这棋吃又吃不掉 所以这棋确实是 这是一个好点 这步棋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点 也是这盘棋的亮点 嗯 这步棋确实是 也是事后 接受大家一直在研究和讨论的 一个精华 这步棋 嗯 确实很漂亮 好 选点非常的独到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警察英泰是怎么应对的 嗯 他是觉得手不太啃嘛 然后就先想办法 他是 尖重在外面 对 嗯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嗯 这个转换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转换我应该觉得 白棋已经是硬得相当好了 能够像人这样 白棋是应该说是度过了一个 比较难受的一个局面 嗯 黑棋虽然吃了这四个 但这色是干木嘛 八木齐 因为黑棋已经非常厚了 对后薄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白棋能够把这空完全守住 然后把这三个吃掉 实地上应该是 已经把自己给撑到最大了 也就是说 对于黑棋这个点穴的手法 嗯 白棋这个硬法已经是很好了 下得不错 下得不错 确实是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失误了 对 然后拖 很难找出更好的一个变化 嗯 那现在你觉得就是经过这个转换之后 双方形式 形式应该还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很难说的 现在还是很难说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已经摆到了90手左右 嗯 它的形式还是难解难分 嗯 在我们之前的棋局中好像很少 嗯 确实是 基本上到了 不太到100手 基本上plaster就已经胜定的感觉 对 嗯 我们来看看 后面发生了什么 嗯 黑棋拐进去了 这个 对 对 白棋顶住 嗯 然后黑棋拆一 拆一 拆一 是手大飞脚吗 好奇啊 它是对当前局面的一个判断 因为正常我们要拆 至少我们拆二嘛 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通 对棋型的一个认知 拆二效率要高一点 是 但是它现在是因为考虑到下面这个铁头 这条边的价值并不是很高 而且大飞脚的弱点是在于脚上 所以它这个拆一呢 是对脚上的防护是做了更好的一步棋 啊 这步棋确实也值得我们学习 这步棋确实有它独到的一个判断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嗯 也是个很新颖的思路 对 因为是它是根据周围的情况 来这个临时 临机多变的一个下法 嗯 因为这个 这头非常的硬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一首棋 嗯 那白棋是沾这个 嗯 然后黑棋跳起 这部棋当时 这部棋非常有意思 好像有人说这个是摆错了是吗 是这个吗 其实是滑飙了 滑飙了 对但是在它澄清之前 它没有澄清之前 这部棋其实在职业棋手的判断当中 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对这首棋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实在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它这么一下它确实赢了 嗯 所以呢 大家对这首棋的研究也是一直在思考 但是确实还没有想明白最后 那个黄世杰博士他澄清了这部棋是他点鼠标点歪了 对 是 非常有意思 那当时职业棋手会说这部棋是好棋吗 对有有很多职业棋手说这部棋就漂亮 好下的好 因为确实已经被可能MASTER强大的实力所这个已经是 对 嗯 它无论下出什么新棋招数 我们只能说它是好 对吧 因为它赢了呀 因为它赢了 就算滑飙它下的它也获胜了 那大家觉得它就是因为它判断的非常清楚 这是提高胜率的一部好棋 很多人都在吹捧这首棋 其实是那个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 对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片段 其实这是在60盘棋当中有两部棋是滑飙了的 这是其中一部 也是因为是快棋嘛 对 我们MASTER也需要一个人肉臂 人肉臂呢 后来澄清就是说这部棋是它摆错了 对 MASTER并没有下来这儿 它摆错了这么一盘棋 点鼠标的时候滑飙了 但是后面也是按照这个来进行的正常对局 对 MASTER它走到这儿它就根据这继续下去了 对 它是没法会棋的 嗯 好 那在黑棋围四手的脚上 棋围四手还想要搅出一些事情 就是想捞点小便宜 这样 嗯 这样子起来 大飞 这个大飞 大飞是好气 这个大飞 对 我听也是有这些研究说是一部好气 对 它扩张自己的这一种方式的实况 嗯 当然白色要进去 对 哎 进来 断 断掉 打一下 打 长 白气 呼气 呼气 嗯 本手 断 对 对 至此 你觉得这个整个右边的变化 整个右边的变化 差不多吧 我觉得双方应该都下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吧 对 感觉锦山下的还是不错的 它这部气也是很平又强的一个大厂 现在白气只要把这块气处理好了 时空应该是不差的 嗯 我们来看这块白气有没有处理好 嗯 白气退 对 白气点方 管 对 对 对 最后一手 对 所以这个因为是日本棋手的棋 我也没有办法去求证 这是什么一个原因 因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至少是远远没有到辽认输的一个地步 好像是听说啊 好像是跟网络的环境有关系 是断线了或者什么 然后就非常有风度的认输了 可能是 也是一个传说是吗 对 但是因为从棋的来说 这盘棋我觉得是下的 Kermaster对决当中 嗯 应该是人类发挥比较好的一盘棋 到目前为止 我不觉得这白棋就一定输了 嗯 当然这个看黑棋搬完之后 这里边好像得补一手 这打完粘上是有点棋的 嗯 就有一个杀器要收器吃 所以白棋可能会 要正常进行再吃一个 然后就看这块棋的攻防了 嗯 如果黑棋看能占到多少的便宜 如果白棋能处理好能活掉的话 其实白棋实控现在是一点都不差 嗯 就 但是这块棋就是最后一个胜负处嘛 对 看会下成什么样子了 但是 如果正常的比赛当中 应该我们会觉得会继续下去 到这个 确定看清胜负了为止嘛 嗯 这个时候认输 确实从正常的角度来说 还是 应该是不会的 对 那如果说 稍微早了一点 这盘棋 如果是因为网络原因认输的话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嗯 这毕竟是 确实是 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一盘棋 到目前为止 景山运太 下了135手 对 还不是很落后 对 景山运太 应该是两分吧 应该是下的很不错一盘棋 没有说特别严重 我们能够完全认知说 它有一个明显失误的棋 嗯 应该说是 嗯 GOOD MASTER 还是比较时间力敌的一盘 嗯 也是我们人类棋手 确实发挥最好的一盘了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认输 确实也留给了大家一个悬念 对 一个谜团 嗯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